哈嘍哈嘍,大家晚安 看得到我上線嗎?如果你看到我的話呢,留個言跟我說喲 哈嘍大家晚安,哈嘍約恩 哈嘍TCWuPickPack我播張超級冰塊,安安逸雲 好久沒有開直播了喔,覺得好不習慣 好像十月,這是十月第一次直播,所以距離上次直播已經有兩個禮拜了 今天也是一個比較混合的直播,今天會回答大和弦會員的問題 以及我們要看三個會員作品,我們先看三個就好了 免得我們開太久了 其實我現在也會點肚子餓,但沒關係,我現在減肥中 哈囉,智傑,耀耀,Bloose Lee,劉卿,Judy, Oh My Ben,劍順, White Ray, Olivia, 宇雲,宇雲,宇雲,哈囉,宇雲,你好 宇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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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尼,邁尼,太難唸了,接下來不唸 Violin至簡大道 沒關係,我們十月底我還會再開一次,十月底還會再開一次直播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曾和弦會員的話呢,就是應該還是會開在禮拜五啦,某個禮拜五 我不曉得禮拜五這個直播時間對大家來說是不是是方便的 但沒關係,我們就是你在跟我說 反正如果你跟不到直播你也可以看回放 好,我們今天呢就是廢話不多說,我們就來看今天的第一個會員作品 我發現我的螢幕還是 啊我差點忘記說一件事 等一下我再把音樂打開 這個直播呢是由好檸檬Podcast贊助播出,自己贊助自己 如果大家不知道我們有開一個Podcast的話呢到我們的好檸檬YouTube頻道 其實不一定要在YouTube頻道看啦 雖然就是說你在那個好檸檬的YouTube頻道看我們會有一點點廣告費 有點超級無敵微博的廣告費 但是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去看,就是完全完全沒有廣告的這樣 你可以一路聽到爽 好,我們就來聽今天的第一個作品吧 好,一樣依照慣例呢,我們要先開一個文字檔出來 今天我們第一個先來聽一個新的會員的作品 這個新的會員叫做O.H.Nomad 是這樣子 O.H.Nomad 不是這個,O.H.Nomad 這個 哈囉哈囉,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我先來把他的信給我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他這一個曲子是 這個曲子叫做Sail to Sail to Alice Island OK,然後他是有PDF跟MuScore檔 OK,我們就直接看他的PDF就好了 然後他會給我一個MP4連結 好,那我現在來開編曲軟體 然後把他的檔案放進去 誒,我的聲音可以嗎? 我現在的聲音夠大嗎? 如果覺得我聲音還不錯的話,跟我說一下 好 誒,等一下 我沒有歐文 等一下,我沒有歐他的那個PDF OK,我可以在這邊 好,那我就幫大家手動翻頁好了 這是一個鋼琴曲 然後 他好像也是鋼琴算是沒有學太久的人 大概兩年左右 然後他現在 在哈農練到三十首 就是算是一個鋼琴算數學者的會員 這樣子 好,我們來聽他的Sail to Alice Island 音樂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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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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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有一種要打坐沉思的感覺 我不曉得就是OH Nobel 他是不是想要寫這種效果 那如果你想要寫這種 很寂寞有點不是很爽的 我覺得就寂寞沉思打坐 這種路線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有這個效果的 因為他這個主要的 我不能說問題 主要的特色 就是他大部分的時候 都只有兩個聲部的單音 他兩個聲部的單音 常常又是離蠻遠的 例如說我們看 例如說我看這個 我的鋼琴聲音可以嗎 等一下 等我一下喔 我鋼琴會太小聲 例如說這裡 例如說這裡 然後他中間有很多 就是如果你就那種很一般的西方古典樂理來看 他是有很多可弦怪怪的地方 或是不協和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不見得是不能這樣寫啦 就是說因為作曲也沒有對錯 但是整個聽起來他是一個很 很不西方古典的音樂 也不是很像現代的商業音樂的感覺這樣 那加上他的音是比較少 然後比較乾燥 加上他可能是用muse score演奏 所以他這個整個聽起來是 就比較乾燥啦 一樣就是這個也沒有好或不好 就是不曉得是你要的效果這樣子 然後我的一個建議是說 如果你要維持就是這個曲子 大部分要這樣寫的話 他的他的危險是會容易讓人覺得很 比較無聊一點點 因為他他發生的事情太少 而且太慢了 然後又悶悶的這樣子 所以如果要維持這樣寫 要讓他不要太乾燥的話呢 你可能就要在音色上做很多文章 就是你要用那種 你只彈一兩個音就很多聲音 就很繁忙的那種 那種鋼琴聲 就是效果很重的那種鋼琴聲啦 因為假如說你看喔 我們用例如說他這種 他這個大概也不是muse score內建的 可是就是很一般的乾淨的鋼琴 我不確定這個是不是muse score內建的 可能有點像 就是整個乾乾的啦 但是假如說我們 我們來試試看一個 可能酷炫一點貴一點的鋼琴好了 我們來用keyscape 這個如果我們用個 用個 例如說 他的那個什麼 cinematic 他的preset 如果讓他變得很空靈的話呢 他搞不好 就不會那麼無聊 等一下我們可以試試看幾個不同的 這個是一個可以給大家的 一個秘訣 就是說你如果你的音樂音非常非常非常少 非常非常簡單 但是你想要聽起來很肥大 好像很多 很多事情的話呢 試試試看又很複雜的音色 試試看又很複雜的音色 S大所以用dark score Dark score 等一下我們試試看 像你看我用這個聲音 就是他本身的回音很長嘛 然後他整個音色就是又很有個性 所以我就算是彈一些很簡單的音 根本就沒有什麼的音 他還是聽起來還蠻 那個keyscape 他光是一個音放掉的感覺 就聽起來蠻 就還蠻厲害的 你聽我的劍放掉的聲音 有一個噗通 就是這種細節啊 只要他聽起來就很有沈重感 雖然說他可能還是有些地方聽起來不太協和 但是整個fue會好很多 就是如果你要走這個這麼乾燥的路線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那個 S大說的那個dark score Dark score這個是直接變成 直接變成全部都8度就對了 那個放 Tissy物說那個放掉是置音器的聲音 那個大部分不是 大部分是那個鍵盤會彈的聲音 不是damper本身的聲音 Damper不會那麼大聲 大家用這個 這個太浮誇了 不曉得用在哪裡 我覺得keyscape還有一個 它有一個什麼平台 不是平台 對不起 直立鋼琴 它的聲音非常的 你們聽聽看 這個是沒有效果的喔 這個鋼琴他們好像是故意在弦上面放東西 放什麼彈珠還是什麼 就是彈下去的時候會有東西在那邊彈跳的感覺 你們聽到嗎 這個也不錯 就是會有很多 就是其實你其實曲子寫的很簡單 都還是可以聽起來很複雜的一些秘訣 就會這樣覺得你寫的很有內涵 很有音效設計的感覺 好 所以就這樣啦 然後這個音樂其實本身會讓我有點想起那種 二三十年前的DOS RPG 或是什麼棋盤遊戲啊 像西洋棋象棋還是或者是 養成遊戲的那種音樂 就是一直在背景重複播放 然後沒有太多重點 沒有太多旋律的 然後聽到你就被催眠 然後忘記它存在的那種音樂 那我覺得這個曲子就是如果 是要當成一首正常的曲子來聽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發展有點太慢了 就是它幾乎就是很重複 它整個內容是很像的 雖然說它後面有變一些帕音 可是整個feel是太一樣 所以 以一個單獨鋼琴 鋼琴曲來說 我會覺得這個有點容易會 會無聊 但是如果是一個情境音樂的話 我覺得就 就沒關係這樣子 然後和聲選擇 我們來看一點點它的和聲選擇好了 其實它的和聲的確是有一些地方 真的就是不能說不對 可是就是 有一點怪啦 以真的一般的正常和聲來說 等一下我先換個音色 我們換回剛剛的那個 Cinematic好了 其實很難很難對這個和聲去評論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和聲的邏輯就是 你完全不能用一般的邏輯去解釋它 就是感覺說它只是 它很單純的想要寫兩條旋律 所以我會說啦 就是這個 有些地方我會覺得它卡卡的 那 感覺這個和弦寫下去的時候 沒有特別想說 就是很一般的功能和聲的連結 或是很一般的小調音樂 或是其他的商業音樂的寫法這樣子 那 嗯 對我只能說這個曲子 就是它的和聲 不是很一般的和聲這樣 那有些地方 是真的可以可以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善這個問題的話 可能也是 要 要多練習抓別人的曲子 然後看有沒有類似這種風格的音樂 嗯 我覺得也許 也許一些RPG的音樂有一些類似 聽起來像這個感覺的 然後你可以研究看看 它裡面的那個和聲用什麼 用什麼音 嗯 像 這個就是真的就是怪怪的啦 因為這個 如果說這個是Fm的話 好算了 我不要對這個和聲多做評論好了 因為這個真的是邏輯 不是一般的和聲邏輯 所以它可能根本就不是這樣子想的 好 大概 大概這個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 好 總評就是 如果要寫這麼小音的話 換 呃 換複雜一點的音色來製作 可能就會整個效果會好很多 然後 嗯 多分析一下 類似的曲子的和聲進行 我覺得現在 OH Nomad的 也許弱項是在和聲進行 所以你可以 嘗試下次寫寫看 和聲上 或是伴奏型態上更像 可能一般流行歌或是 或是一般 現代鋼琴曲的東西 也許看看什麼 Final Fantasy的鋼琴譜 我覺得那個是不錯的一個開始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就是 Sale to Alice Island 第一個作品 然後我們今天也是 聽會員作品 以及跟回答問題穿插好了 我們來看看 這次有什麼問題 這次有一個 新會員叫做 張約恩 他好像在線上對不對 我剛好看到 張約恩在線上 他問了大概800萬題吧 沒有沒有 好 我們先看一個他的題目 呃 你好 我有幾個關於硬體設備 跟軟音源的問題 想跟你請教 呃 請問我有沒有用過DSP加速卡 我沒有 我沒有用過DSP加速卡 所以有點難回答你這個問題 對我知道UAD有那個DSP加速卡 可是他們好像只能用他們自己家裡的那個Plugin 所以 嗯 我 對我沒有經驗 我沒有經驗 這題可能沒有辦法回答 好 有沒有 第二是有沒有推薦的麥克風前集 他說 目前呢他剛學Ripper半年 拿來練習的素材呢 都是女朋友唱歌的乾身 來練習混音這樣 那現在有用 呃 Roland SSL2 就是他的錄音鍵就對了 呃 聲音偏暖適合女生聲音的麥克風前集嗎 我覺得你要試啦 那如果你要我隨便推薦一個 我最近很喜歡SHORE SM7B 因為呢 我最近去買了兩支 這個我真的覺得錄人聲不錯欸 動圈麥克風 我覺得錄講話非常好聽 他也很適合錄唱歌 然後他的聲音也是偏暖的那種 不是偏亮的不是偏清亮的 而是偏暖的那種 欸對7B很貴 S大叔7B很貴 7B一支要400美金 欸400 對差不多 台灣買的話差不多就是一萬三 一萬三一萬四左右啦 那他是很有名的做Podcast用的麥克風 你聽了好檸檬的Podcast 我們都是用SM7B來錄的 好 那第三個呢 是有適合唱歌的電容或動圈麥克風 對 SM7B 對 一萬元左右 那差不多啊 SM7B大概一萬三啦 所以稍微 稍微增加一點點預算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講話這支是SM58 SM58我覺得聲音也很好 然後他比 SM7B更亮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偏亮的話 也許58 而且58很便宜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SM7B的聲音是比較性感 聽起來更舒服更耐聽的 電容麥克風的話呢 除非你家很安靜啦 不然我沒有那麼推薦用電容麥克風 在一般人家裡的話 因為電容麥克風就是太靈敏了 好 然後請問我有用過Ivory的鋼琴音色嗎 有喔 我很久以前就用過Ivory 但是有一陣子沒有用了 你花了一萬多塊買了Ivory的兩種音色 對 不知道台灣有沒什麼 其實有啊 有很多人在用啊 我就有用 現在我沒有裝了 呃 可不可以請我做影片來實測不同的鋼琴音源呢 然後包含Ivory音樂 我真的就是做過呦 你可以 呃 到YouTube找 欸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什麼 呃 Virtual Pianos Comparison 好像是這個吧 就這個 就這個 Virtual Pianos Comparison 這個是我四年前PO的影片耶 在我的另外一個頻道 WiiWii關的頻道 喔 這有十八次觀看的 還蠻多人看到的 然後這個我有 我就有彈 Keyescape 就是我剛剛彈那個 Ivory Piano Tech NI Motive Roland Easy Key 很多啦很多有名的 我都有在這個影片彈 有大概二十幾個 所以 對 可以去看看這個 大概我每一個都有彈 大概一分多鐘吧 就是一個 一個短短的 片段 這樣子 Ivory不錯 我覺得Ivory很適合 彈古典音樂 嗯 我覺得 呃 Ivory用在流行音樂 沒有到很好用 Keyescape用流行音樂 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那那個什麼 呃 Ivory 我以前有錄過一個 鋼琴小曲集的 的 音樂 這樣子 一個初學者的鋼琴作品 我就是用Ivory做的 好 好 繼續是 是張淵恩的問題 他說他 呃 這問題有點長啦 呃 好我們還是念一下好了 最近我要分享一段 自己的錄音cover給朋友 讓他在廣播中播出 以我的了解廣播是用單身道 不是 我覺得應該不是 FM廣播是立體聲啊 廣播不是單身道啊 廣播不是單身道 廣播是立體聲喔 除非是AM吧 那就是那個很久以前的廣播才是單身道 所以 嗯 對 所以你不需要 不需要把你的 音樂變成單身道給廣播啊 據我的了解是不需要的 嗯 然後他說你現在是 他現在是使用的 Waves的立體聲擴展效果器 應該是那個S1吧 對不對 將左身道的相位 反轉 以在單身道播放的時候有所改善 嗯 可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覺得蠻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做 如果你是拿整個已經混好的曲子 然後把左身道的相位反轉的話 他一定會播起來非常非常奇怪啊 呃 就是說 呃 如果現在觀眾聽不懂他的問題的話 他的問題是這樣子啦 就是我們的那個 音樂不是都有左右聲道嗎 對不對 那假設說呢 你的左聲道有一個聲波 跟 右聲道剛好 呃 聲波相反的話 那他們合在一起播放 如果是用 只有一支喇叭播放的系統的話 那他們就會互相 抵消 就是你左聲道明明有聲音 右聲道明明有聲音 可是他們剛好是完全 呃 同一個聲波上下相反的聲音 他們會抵消 那他現在是 他現在的問題是說 原本他的左右聲道的那種音樂呢 合起來變單聲道 變從一個喇叭播出來的時候呢 他的抵消的問題會怪怪的 但是 呃 他說什麼啊 Ivory的鋼琴 鋼色電鋼琴 跟Vocal 其實我不覺得你這個會有抵消的問題 Ivory不太可能會有左右聲道抵消的問題 所以 不知道耶 是不是 我在猜想 就是你加了某種立體聲效果 讓他 讓他變寬的效果 或是說你 你動過某種 EQ有時候會造成左右聲道向位的問題 有時候啦 然後 嗯 其實我想不到特別的原因 或者是你用的回音 可能有 某種 奇怪神奇的 立體聲 立體聲處理 嗯 我覺得你不應該要有這個問題才對 因為如果你是 像你說的 只是Ivory 只是電鋼琴加Vocal的話 感覺 感覺不會有發生這個問題 這種問題的機會 所以 你可以試試看啊 如果你真的覺得是Ivory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把Ivory換成別的鋼琴色 看看還會不會 那我印象中呢 Ivory應該也有 單聲道版的聲音 也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要出出一個單聲道版的話 Ivory一定會有一個單聲道的選項 這樣子 SOS說下個月也要升級大核雄問題 你就直接問吧 SOS S打就是 對好 志杰說就算要出Modal的話 其實Mix都選單聲道就好 可是他的問題可能是 就是他一樣Mix的話 按單聲道 可能他的主要聲道就怪怪的 所以應該是 應該是在更前面的問題 我猜啦 但是以他的這個寫給我的信來說 我看不出哪裡可能會有問題 他應該要沒有問題 一定有哪裡弄錯 再來一個 Jahong Wang 我對於音階鎖定的功能很有興趣 這個是在講我們上上部影片還是上部影片 我忘記了 想知道在Logic Pro上面有沒有類似的功能 應該有 應該有 因為我看過 我沒有跟Logic Pro很熟 應該有 等一下我們看看Logic Pro有沒有那個音階鎖定的功能 那對於非瞬接和弦升降記號的規則 想確認一下我說的對不對 如果是C大調和弦進行是blablabla 嗯 好 他是在問說我們為什麼 有的時候呢 我們和弦代號要用降A 例如說降A7 然後降Emajor7 而不是用升G7 或是升Dmajor7 我覺得以C大調來說 因為不管是降A還是升G 他都不是在C大調裡面的 但是呢 我們遇到某種音的確會有習慣用某種 例如說 你有一個 你有一個降E和弦的時候 我現在就說降E和弦 我有一個這個和弦的時候 我不會去說它是升D和弦 因為這樣的話會有很複雜的升記號 我們這樣叫做這三個音 你看你原本可以說降E 我寫下來好了 你原本可以說降E G跟降B對不對 如果你用升的來說的話 你會變成 升D F重生跟升A 然後下面這個就很醜 就長得很醜 一樣就是降 為什麼降A大和弦會喜歡說降A 是因為這樣子比較漂亮 如果你用升G來說的話 你就會產生一個這個B聲 這個很醜 所以如果再沒有特別考慮說 什麼幾度幾度的情況之下的話呢 我們應該平常寫譜 都是傾向寫那種比較好寫的那種 臨時記號比較少的那一種 那如果是 如果它是有連接問題 例如說 舉例 例如說你後面 你接到了一個 深F和弦那好了 然後你前面有 前面有那個 深C7 假設是這種情況的話 那我們前面就一定會寫深C7 因為這個是常見的五級接一級 所以即使降低期的臨時記號比較小 我們還是會寫深C7 因為後面有一個我們看得懂的 常見連接的關係這樣子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是沒有 AubioCut 哪裡可以得到 就是 搜尋AubioCut Aubi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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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有趣 喔它是個盲人 我們也有很多盲人玩的遊戲 就是沒有畫面純靠聽覺的遊戲 其實可以耶 我們可以我們可以玩玩看 可以可以推薦給我一下 可以推薦給我一下 但是都是在Windows上面的 對如果 對我沒有Windows系統 如果你可以 你有一個你推薦的盲人遊戲 可以在瀏覽器啊 或是MacOS 或是Linux下面跑的話 可以推薦給我 那好繼續喔 它說 希望以後的好和弦頻道 可以多介紹像聲學 喔 和聲學 對不起 多介紹和聲學 我們一直都在介紹和聲學啊 我覺得大部分 尤其是前面100集的內容 幾乎都是和聲學的內容 就是和聲學講太多了 我們來講一些別的 好 然後如何設計好聽的和聲 尤其是Vocal的和聲編排 混音相關知識 我們最近真的是講比較少 但是 呃 在直播我們講蠻多混音的 因為混音其實就是需要 比較慢的步調來講 那 對 例如說 如何對不同樂器做高低切 好OKOK 在混音這方面呢 他做了很多歌 感覺聲音都很大 但小聲聽起來又不夠力 對 就是有很多 呃 除了音量之外 讓他聽起來更 有力氣的方式啦 有很多小秘訣 可以啊 可以我們以後可以 我們以後可以說 再一題好了 再一題好了 Music Theory Learner 他拼錯字了 好沒關係 他說看了我的視頻有四年了 他想請教一下 測鏈壓縮的具體操作方法 以及用到的插件 以及應用的場景 測鏈壓縮啊 我有 一個 也有一個 影片呢 有兩個影片吧 一個就是說 如何讓 如何讓大鼓聽起來很爽 那個就是在講測鏈壓縮 壓縮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呃 我一旦講話聲音就變小的 那個也是在講測 測鏈壓縮 所以其實我講過了 所以你們可以搜尋 呃 大鼓 大鼓 聽起來 大鼓聽起來 很 爽 應該可以搜尋到我吧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如何讓電子舞曲的大鼓聽起來更爽 這就是 測鏈壓縮的 教學 好 所以 呃 好我們先回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會員作品 我們接下來要來看一個大作了 因為 智傑神要上場了 呵呵 好 呃 我們先來聽 我們先來看他寫什麼 下面那個是什麼 我剛剛 我剛剛螢幕上面有什麼 我剛剛螢幕上面有什麼 智傑就是 如果大家不認識智傑的話呢 智傑是 好來我來跟大家 我來跟大家 廣告一下智傑好了 智傑的工作室叫做 三清水秀工作室 三清水秀工作室 現在應該還是吧 三清水秀工作室 他只有兩千多個訂閱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需要 至少兩萬個或是二十萬個訂閱 因為他智傑的音樂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非常推薦大家訂閱智傑 那他大概是我們會員當中最強大的一個 好 他說呢這次嘗試 拼貼式的創作 然後歌曲用了七八成素材剪輯 是在那個Splice上面嗎 然後MIDI編曲只用了兩三成 呃有些片段也是已經混好的素材下去 去堆疊 然後加上Sidechain設定有點複雜 所以這次就不出分軌了 好我們就直接聽完整音檔了 那目前Vocal指示Demo沒有正式錄音 好所以他是一個 就是還正在寫的曲子啦 好他的曲名叫做 沒有曲名 Demo15 對就是Demo15號 呃等等喔等等 我先把我的Limiter關掉 好我不要破壞他的混音 好像會有點大聲等我一下 這個的Mastering好像比較大聲 好來喔來喔 對著我看上智姐的15 Demo 我們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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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的的 大聲音 我現在是跟我們一起去 那個 看我們下一個 樱桃破 若修一餐饮色刻 卑神宣别像老我 修装协平角无诺 蓝角红柔 笑声贪婪妥 穿石娇化 当如你我伴之人 青涩皆余醉气 情字入墨 诗行丽语卷刻 穿石架 时光为你温柔 叹几句心愿如 从不由衷 来向最伤空 过度那天上 生个最佳娘 协议人天天相望 两成好梦想 别再装模作样 来世已干涨 不省了 惊醋 埋怨开 开场 闪热苏 是难忘 是我在为人 掌声不敌清场 莫浮好时光 小窗出国 承担情出鲜儿歌 小人为楼笔相隔 一句情歌 一句情歌 摘云楼楼桃破 若朽一灿银色刻 被深宣变相恼我 修装写品脚无诺 蓝穹红楼 销上贪婪脱 传世交话 当如你我伴之人 青涩皆与最起 情字入墨 诗行里你卷刻 传世交 时光为你温柔 谈几句心悦如 总不由衷 来向最伤空 我懂了天上 唱歌最佳 写一人真正向往 来真好梦想 别再装我作样 来世已然长 你写了紧错 把爱愿开海逃 战然苏世自难忘 只我走为一人 掌声不敌清场 莫不好时光 每天心上一波红 啄啄你像风月歌 却醒了 花边的梦里 只色情连来以后 甘做且相看 我猜到我红星都会合法 直到繁花是心肠 我望你绝待无双 有凡自情不忘 是世界传唱 你从那堂花 擦现的面上 终于应用高望上 罪恶又苍茫 心爱笑话张狂 冬夜来长 优优独 OK这个就是智杰的十五 智杰的demo 没有取名 好我觉得 先回一下刚刚chat 武乐天问有没有他的问题 我看看 我看看 好像是 有 有有有 有 有你的问题 然后阿文来说 可不可以做个大S浪漫伴奏法 讲解 可以啊 以后 以后 再跟大家广告一下 对对对 三清水就工作室 字节很强 大家趁他没有长假 长得太凶的时候 赶快找他做案子 好了 其实这节的曲子 都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问题了 他都是 他曲子一向都是很强 很强大的 所以以下呢 并 对 以下就是一些 听的感觉这样 没有 没有真的我觉得有问题 想要修的东西 然后我们 我们从头开始听 一开头 我觉得那个 他有一个声音 有点 小尖 那个和弦 也许EQ的问题 也许让他 让他圆一点点 我会觉得这个声音 稍微有点 有点扁 一点点 尤其那个和弦 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觉得稍微有点尖 不是很大的问题 哦可能 等一下 他第二次又没有那个问题 是不是那是什么声音 可能又有一个打击乐的声音 叠在后面 然后那个声音 有点比较尖一点 我觉得开头 其实没有什么 我可能会想在 这后面这边 把 开大声一点点 然后下面的 我可能会想要小一点点 因为他这个 到他后面的副歌之前 我觉得 整个编曲的声音 都是偏 偏中低音很多的 一直到 他的副歌 副歌他就完全打开了 可是前面的话是 因为他的主唱又是男声 然后男声他又唱到满低音的 就是中央都下去 一个八度还超过那里 所以 我觉得前面 可能可以想办法 让他听起来不要 让他听起来更亮一点点 就是了 那其中一个会造成 他暗暗的原因 可能是下面的那个 合成器长音 下面的pad 我觉得稍微 我觉得中低音稍微重一点点 然后进主歌之前的 这个鼓 我这边 其实也不是真的问题 但是我第一次听那个 登登登登登 的时候 我 第一感觉是 这个节奏是不是怪怪的 但是其实这个节奏 没有怪怪的 可是他有一个 节奏怪怪的感觉 我不晓得 我不知道大家听 第一次的感觉 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是第二个音 像是慢 登登登登登登 但是我知道他想写什么 所以这个其实 其实并不是写错 我可能会想 把那个节奏 改成比较简单一点点的 例如说 我觉得可能只要 两个鼓 好像就可以了 我觉得有一点多 然后加上他那个鼓 是他那个鼓都有一个 带hi hat的声音 每一下都有 这五下都有 或是他至少听 听起来很像带hi hat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带hi hat 他那个 这五下都有带 所以他是跟 叠叠叠叠叠在一起的 所以我可能会改一下这边 因为这个 第一次听的直觉最准 我现在听好多次之后 我就觉得还蛮正常的 可是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感觉蛮准的 这一段 我觉得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 唯一一个 我可能会想尝试的 就是看要不要 中低音不要那么重 他有一个 一直以来都是拉长音的 合成器 可能一两个 一两个乐器 然后下面 中低音蛮多的啦 然后加上 尤其是男主唱进来的时候 比较严重 第一音稍微比较 比较拥挤一点点 继续要下一段 给一个建议 就是呢 我觉得前面这一大段 因为呢 他都有一个长音 叠在下面 然后我可能会想 要试试看 要不要有一些地方 不要有那个长音 像第一段 我不曉得你们听到 就是他下面有一个 一直是长长的 然后闷闷的声音 然后到第二段 这边也有 这边没有那个长音的 可是他 他这个旋律 我们再听一次 我觉得他有一个机会 在 之后呢 把 后续的东西 清空一点点 我们来听 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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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鼓之後可以切掉一點點的話 他這個可能會聽起來更有勁道 之後有一個小鼓 咖之後呢 如果可以聲音收掉 然後再回來可能會聽起來很爽 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整個主歌跟 prechloris 的問題就是他 長長的 他聽起來長長的 我就說那個和弦都長長的 有很多那種中低頻 然後有很多回音 有很多和弦長音的感覺 例如說就是因為這一段也有兩次啦 你的prechloris 這一句有兩次 所以也許你可以第二次再有唱音 然後第一次是 然後完全無聲 我覺得一定會很爽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是一個那個後面背景 跟主旋律同音的那個合成器 他的release有點長 所以他聽起來讓他聽起來有點髒髒的 這段就聲音非常好 這段我覺得完全沒有任何抱怨 這段就是他的 一二三第三拍 一二三 三的時候呢 他後面有 他的那個和弦都有停掉 他只是留下一個 跑那種小鼓 其實又不是真的小鼓啦 有點future bass的那種小鼓 就是大家空調的那個感覺 其實滿爽快的 他下面有一個 一個G major和弦 一二三 然後他的和弦跟小鼓一起 小鼓打下去的時候和弦馬上停掉 的那種空隙感 我一眼 那天上 神歌最佳楊 血一人減減相望 兩城好夢一場 別再做我作揚 來時已然長 不限那金醋埋怨開海藏 善然俗世此難忘 只我在為你願掌聲不敵清場 模糊好時光 這段我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我覺得都已經很好了 然後第二次的主歌跟 Prechorus 其實是差不多的問題 其實幾乎是一樣的 只有這邊就是它有一個多出一開始的 嗯... 這邊一樣,搞不好我們可以試試看 把長音的pad 關小一點點 或是完全就拿掉 然後把... 弄出來一點點 尤其是那種 我覺得這種 怎麼講很 敲擊 很 敲擊 或是人家說什麼 Synth Pluck 很像波弦的那種聲音啊 其實 在乾一點點的情況下 它可能會更好聽 後面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這次有多很多那個國樂器疊在後面 我覺得後面都沒有什麼問題了啦 就是整體來說反正就是一個 我覺得做得很好的歌 非常非常厲害 那 唯一的 比較大的建議就是 它 目前聽起來的偏悶 那偏悶的原因 除了男主唱主旋律 它比較低 可能這個就沒辦法改 那就是 就是它的長音的問題 可能Pad音量大小的問題 以及說它要不要一直 在那麼長一段都 持續存在的問題 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反正我覺得 很厲害 再幫 他業配一下 三清水校工作室 我真的是 欸這不是他沒有付我錢 我怎麼業配的 我是純粹 真的覺得自己很厲害 大家找他做案子 三清水校工作室 要做中國風音樂找他吧 好 我們繼續來回答其他的 會的問題 剛剛我們到哪裡了 又是張約恩 他今天已經是第 不知道第幾個問題了 我有沒有用過這個前集嗎 Warm Audio沒有 我沒有用過這個前集 另外 另外想詢問一個 我一直找不到人文的問題 就是你的耳朵測試 只能聽到7000Hz左右的正弦波 你只 如果你只能聽到7000Hz左右的話 你應該要去看醫生喔 你現在幾歲啊 這個是7000Hz很低呢 一般如果 不知道 像我 我已經有點老了 我都還可以聽到一萬五千Hz 所以 7000Hz是 是 就是有 有一些聽力問題的 要去看醫生 嗯 不然搞不好 太 拖太久的話 就 可能不容易救 所以 先不要管回應的問題 去看 去看 好好檢查耳朵啊 7000Hz很低耶 對 吳智姐也可能說 要不然就是播放設備 你的播放設備有問題 所以 你剛剛說什麼相位奇怪 搞不好是你的 你的播放設備有問題 嗯 但是 你 喔 因為你是自己 你是自己那個耳朵測試 你在自己電腦上面測試嘛 對不對 你要去 醫院測試啦 欸我做過那個聽力檢查欸 因為我以前也是覺得說 呃 我的 左耳 的 高頻率的 響應比較差 然後我去檢查 好像是有一點點 但是只有很小的誤差這樣子而已 一點點而已 但是我現在 我自己聽東西的那個 主觀的感覺 我還是會覺得 我的左耳 稍微悶一點點 所以我的高頻啊 什麼 12 1000 12000Hz到14000Hz 都感覺都是來自 幼兒的感覺 對啊 這是我自己 我自己就這樣 但是如果你懷疑你自己耳朵的問題 要去 大醫院做一下 聽力檢查 好 William Young說 檸檬卷窩還好嗎 很好了 很好很好 就是我左耳有比右耳差一點點 可是左耳還是 還是還蠻好的 就是並沒有什麼 很大的問題 呃 我正在聽最新的好檸檬 podcast 現在越來越都提到好檸檬 podcast 不錯不錯 還沒有來聽過的話 推薦第五集 男 男追女的秘訣 好 很想知道 Wiwi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時間的 YouTube影片 YouTube 就是 對啊 就是做很多事情已經很辛苦 很難想像如何找出時間來準備 podcast 其實我們的podcast啊 沒有 花很多時間準備 我覺得我們的podcast就是一個 生活的出口 心情的出口 應該這樣說啦 因為呢 就是我跟檸檬卷 平常的YouTube頻道都是 音樂主題為主的嘛 像我們在好和弦 我們每個禮拜都講音樂啊 講混音啊 講和弦啊 我們在直播也在講和弦啊 對 但是其實其實有蠻多 其他的生活的事情想聊啦 想 例如說想聊怎麼 就是怎麼樣追女生啊 怎麼樣 就是 還有什麼 聊些生活上的 例如說時間管理啊 或是一些 對 就其他的事情啦 音樂以外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我想開好檸檬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 一直做音樂 好像 就是每天都在講音樂有點無聊嘛 有那麼多東西可以 可以講 所以真的就是 然後至於說我們準備podcast 我們的確會準備podcast 但是我們不會像 做youtube影片一樣 那樣子寫稿 然後寫很完整的稿 我們不會 我們真的就是 呃 會討論 我跟他 我跟檸檬卷會討論說 我們要講什麼主題 然後呢 我們就各自 就是針對那個主題 可能列 就是條列式的列出說 我大概想要聊什麼聊什麼這樣子 所以我 我們會有一個 大約聊什麼的流程 但是呢 真正聊天的內容 我們是 都沒有 都沒有特別計畫的 沒有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寫稿的啦 那 呃 好檸檬這個podcast呢 也是幾乎沒有剪接的 我們就是 開機之後 就是聊天 聊一個小時 那如果中間有 卡住 我們也就是讓他卡住 或是吃螺絲 我們就讓他吃螺絲 我們就當做一個直播節目 在在做的 所以因為就是說 這個podcast 如果又要花很多時間來剪接的話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長期做下去的 所以我們開始這個之前 也是有 有想說 有想過這個工作量啦 就確定這個工作量 好像還能夠接受 我們才開始做的這樣子 好檸檬的結尾音樂呢 是 算是 一半是我自己做的 一半不是 這也是就是用素材庫的 那個 你聽到那個吉他聲音是素材庫的聲音 那其他的樂器是 是我彈的這樣子 給大家聽一下 好檸檬的 開頭音樂好了 好檸檬的開頭音樂 好檸檬的開頭音樂是在 在 這裡 這是好檸檬的開頭音樂 歡迎收聽 歡迎收聽好檸檬 對就是這種感覺 你聽到的那個 吉他的聲音呢 是 是素材庫裡面的吉他 那鼓啊跟鋼琴啊 都是 都是我彈的 好所以這個是 好檸檬的開場音樂 好檸檬頻道會開糖豆人之 什麼是糖豆人 好 不知道 蔣陳鋒問說呢 他有看到我的高中音樂課本 雖然翻翻看不出哪個部分是我編的 我 我有幫三名 三名書局 如果你現在是高中生 你可能有用到 我的音樂課本 這個是 我們寫好久喔 我是跟 這個音樂課本的專案是 是我以前的 國中的鋼琴教授 他找我去的 他是 他可以 他可以算是 主編啦 那我只是一個 小羅羅怎麼寫 我就是負責寫最後面的 那個 樂理的 樂理的 小段這樣子 所以 基本上內文呢 都不是我寫的 我都是寫樂理 的部分 好 說到書 對 我最近在 認真寫書當中 這樣子 那 我覺得我的書呢 應該快要生出來了 所以 可能就是在下個月吧 可能就是在下個月吧 下個月會有一個 好和弦的書 好像還沒有在頻道上面跟大家講 如果真的 真的 到時候出的 不是真的出的話 一定會出 就是到時候出版的話 會 會再跟大家 打個廣告這樣子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 好和弦的書這樣子 那我的書基本上就是 把 這個頻道六年來的內容 比較重要 或比較熱門 我覺得我覺得 我挑出一些內容來 然後把它整理成文章 大概 我弄了 大概 八十篇吧 八十篇 左右吧 就是 大部分是 我在影片裡面有講過的 然後我把整個 重寫成 重寫成文章的樣子 這樣 書在大陸可以買到嗎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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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到時候再跟大家講 我現在還在 就是很辛苦的 教稿中 我覺得 我覺得寫書真的很累耶 累到爆炸 而且我這個 我的那個書稿啊 其實已經不是 從零開始寫了 我是已經有 大概半成品 就是我原本的影片嘛 我是參考我原本的影片 然後寫文章 然後加上我原本的講稿 來修改 來整理的 但是即使是這樣 我都還是寫了 還蠻久的 很久 很久很久很久 好 繼續 黃伯璋問 請問一首歌的bass 一定都是單音嗎 當然不一定 但是常常都是 就是 理論上bass有四條的弦 用powercore 是可以做到的 是啊 而現今絕大多數歌曲的bass 都不是雙音或powercore 因為bass 如果你在powercore的話 應該會很髒很 很轟啦 所以 基本上是low interval limit的關係啊 沒有錯啊 沒有錯啊 就是低音的話 你不會想要他 頻率太急啊 一元彩音說 鋼琴彈任何節奏 那張一定要夾進書 我想想看那張有沒有夾進書 那一張 好和弦頻道其實有很多 內容是很難寫成紙本書的 如果大家有看我頻道 很多內容 真的要一定要用影片講 所以 我挑選 什麼內容寫進去的話 還是會看說 我那個 我講的那個主題 能不能在紙上講 像是什麼 呃 音律啊 什麼 以前的那個什麼 畢達哥拉斯 的 音律 跟什麼 mean tone temperament 那個我就很想放在書裡面 但是我後來真的想不到 我要怎麼講 很難 對對對 翻音列 好像我也沒放進去 因為真的 沒有辦法用紙上講 那個真的我不demo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講 所以 如果 我不知道要 怎麼樣用文章講的 我就沒有放進去這樣 對那個 好像彈任何節奏那個 我沒有寫進書裡面 所以沒有辦法 那是紙本的限制就是了 好 繼續喔 又是約恩 約恩今天幾個了 請問我之前直播我介紹過的小小麥克風前集是哪個品牌什麼型號呢 是Cloudlifter 我咖啡差點翻倒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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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 Lifter Cloud 是那個 雲的Cloud Lifter是抬起來的 Lifter Cloud Lifter 型號是CL1 CL1 是單軌的 就是它只有一個空的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叫做CL2 是兩個空一起的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是只給動圈麥克風用的喔 只給動圈跟那個Riven mic用的喔 如果你是電容麥克風的話是不需要 不需要也不能用Cloudlifter 這個是動圈轉用的麥克風前集 Cloudlifter Edy Chan 先說明這不是業配 而且音樂無關 之前聽我在頻道說遊戲推薦 接觸了一款神域二元醉 我知道這個 單機策略有信 大家可以跟朋友一起連線 我有看過這個遊戲的預告片跟介紹 但是呢 我覺得它很像是時間殺手 所以我不敢買 所以就算了 我現在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花時間玩很長的遊戲 雖然說我還是很愛玩遊戲 我最近買了那個 那個什麼 我最近買好多遊戲喔 我前陣子就是一直在玩 Super Mario 3D All-Stars 玩那個Super Mario Galaxy 好好玩喔 超級推薦 然後最近又在玩什麼 之前我還買了那個 Civilization 6 那個也是一個時間殺手 我也不敢玩太多這樣子 我最近在玩的一個新的是 我前陣子我在玩 Final Fantasy 9 很好玩 我覺得9的劇情比10好很多 還蠻推薦的 在Switch上面有複刻 不是複刻啦 就是原版它有出在Switch上面 Final Fantasy 9 跟Super Mario 3D All-Stars 我覺得都很推薦玩啦 好 OH Nomad 就是剛剛第一個作品的人說呢 想多聽聽 我之前調整姿勢的經驗 如何知道自己的姿勢適當 那應該說彈鋼琴的姿勢 如果是問那個 別的事情的姿勢的話 我們就私下再說好了 好 那就是彈鋼琴的姿勢呢 欸 呃 彈鋼琴的調整姿勢的經驗 其實那個可以說很久欸 但是我覺得 呃 最 我最大的一個突破 就是 嗯 知道如何不要那麼靠手指彈 呃 這個我有做成影片 我有曾經做一個影片叫做 叫做 讓我看一下 在 在 在 等我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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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有那麼久以前了喔 就是這個 為什麼厲害的人彈鋼琴那麼輕鬆呢 這這部影片是在 是在跟你說就是 我們彈鋼琴用的 手的質量跟他 鍵盤好不好按下去的那個關聯這樣子 那因為 我小時候被 在很小很小的時候啦 二十幾年前被教鋼琴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的 習慣的技巧就是 把手指彈很高然後彈下去嘛 然後後來我一直覺得說這個 不好彈 其實就讓我手很容易痛啊 整個四五指 和前手臂 上面都有點酸酸的 反正我後來就是在 一直在看 各種書籍來研究說 到底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好方法這樣 然後後來我看到了一個 東西叫做那個 Tobman 好像我在 在哪裡說過吧 我忘了 這個 可以搜尋這個字 Tobman Approach 就是 是一個這個 鋼琴家 他叫做Dorothy Tobman 然後他有一套他自己的鋼琴彈奏用力技巧的系統 然後我覺得呢 這個是 我從小到大學鋼琴以來我覺得講的最有道理 我最認同的一個系統 他大概講個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 我都覺得是在我身上很適用的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有彈鋼琴覺得 身體不舒服 手會累很難談之類的問題 我蠻推薦你去看 你去看這個人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一直在推廣這個 他的這個彈法的人叫做 就是他 Edna Golenski 他有一個YouTube頻道 但是他我想他很久沒有更新了 但是他以前還有出過什麼 DVD教學這樣子 蠻推薦可以看一下的 如果你有鋼琴 尤其是 鋼琴職業傷害的問題的話 他也許可以救你 那如果知道自己的姿勢適當呢 基本上就是你彈得出你想要彈的東西 以及呢你沒有感覺到身體上的任何不舒服 你姿勢就是適當的 那每個人對於什麼叫做 姿勢適當的定義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認為是適當的姿勢 可能在別人認為不是 所以就有點難說啦 就是這樣子 孝泉王問 如果我不走音樂這條路的話呢 我覺得我會從事什麼工作 當馬農嗎 有可能 或者是 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我會做什麼工作 我可能會想去設計遊戲 看能不能進EA 現在EA可能不好 現在要進哪裏 現在要進哪裏 我不會不知道 我以前有一個同學 他後來有進EA 不過他不是去做遊戲 他是去做音樂 他後來現在好像也沒在那裏了 好 Sigman問 請問我可以直接聽出432跟440的不同嗎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 因為432跟440差蠻多的 那如果是440跟442 我可能就覺得 我不一定能夠直接聽出來 432我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發現他是比較低這樣子 那網路上傳說 前者的月音容易使人放鬆 你覺得呢 這個我記得Adam Neely 就有做過這個話題 那他的結論就是 沒有這回事 沒有啦 就是432 432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偽議題 是一個偽科學 432 人家說什麼 他跟什麼天 宇宙震動還是地球自轉 什麼什麼什麼鳥的那個頻率 是有重疊 那只是一個 人家印算出來的巧合 或是什麼的啦 那我也可以說 就是我每次走出門的時候 天上就會下雨 所以我應該是有召喚那個雨的功能 所以應該是沒有 432呢 就是 就是比440低 就這樣子而已 我們來直接試一下 因為我的琴可以跳標準音 現在是440 那如果我 我一邊彈一個C和弦 然後我把它慢慢轉到432 你們聽聽看 現在是440喔 像是432 就是比較低啊 那比較低會比較放鬆 我其實是同意啊 如果音比較低會比較放鬆 比較Chill一點 然後跟那個440大概440比起來是這樣 就是比較有精神的感覺 就很像就是 你放一個錄音帶 放一個錄音帶 就是然後把它轉速調慢一點 就會變比較Chill一點點 就是有一種這種 舊舊的感覺吧 就是有這種 Lofi Hip Hop的 的舊感 Chill感 所以人家會覺得比較放鬆 所以但是這個跟432這個數字 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431會比432更放鬆啊 430可能就 就再更放鬆一點點啊 我覺得就是 比較低就比較放鬆啊 當然就太低的話也是很奇怪啦 所以就是 呃432 就是比你習慣聽到的音 來的低一點點 可是又不會讓你覺得說 是另外一個音 因為如果你低到 415的話 就是低半音了 就是原本的都就會變成 就會變成C的 那我們又不會覺得說 我們又不會覺得說 它是 不一樣的音律 所以就是要一個 在我們平常熟悉的音的 兩個半音中間的一個音律 會讓你覺得這比較放鬆 那432就是剛好 中間的某個 某個數字 就這樣而已 就是432沒有什麼特別的 431會比較更放鬆 好 還有三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回好了 我們還有一個作品 還有一個作品 今天的第三個作品是 羅伊 羅伊說什麼呢 讓我們來看看 羅伊說 羅伊說這是我這段時間製作 投稿參賽的一個作品 以北海城市主題曲 什麼是北海城市 我也不知道 寫一首傳唱度好的流行歌 不知道能不能被選上 據說是專家評審 然後再大眾投票 人聲旋律的寫作呢 更是貼合了普通話發音的時候的 音調跟韵 這樣聽起來更順口一點點 接地氣 一開始是寫給女神vocal的 但是後來自己上陣也沒有變調 所以唱得有點吃力 希望可以亮節 那他說和聲是想要加入一些 中國風的元素 不知道除了六九和弦之外 還有什麼聽起來比較像中國風 好我們大家可以聽聽看 他有沒有很中國風的元素 那 不知道中間片段女聲唱的部分 因為女聲唱得很高 然後弦樂也很高 會不會中間的肢體 他說的那個肢體 應該是那個編織的肢 Texture 聽起來空空的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在這裡 北海城市就讓我想到北海雪域相思 好北海城市了 大根屬的文化 小聲夜市 幕幕下街 天黑以後 海風樹浮血 長青路百滿整條街 把酒好友打牌 先炸锅直播却 似酸胸地烧烤饼 劈锤平稳 你敢不敢见 海风叙叙 细细大闹 真真切切 北海人 从不敢时间 到那都市 游泳闲闲 北海人 说话不遮掩 两菜两泥挂在嘴边 北海人 都大方不识 相互之间 心照不宣 北海人 都分发图强 为了未来 携手并肩 梦海的灰烂 终于乱走敞 养家养公开 养生着担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海人 都不跟时间 到哪儿都是悠悠闲闲 北海人 说话不遮掩 两在两里挂在嘴边 北海人 都大方不识 相互指尖心照不炫 北海人 又恨发不强 冲进未来携手并肩 北海人 从不跟时间 到哪儿都是悠悠闲 北海人 说话不遮掩 两在两里挂在嘴边 北海人 都大方不识 相互指尖心照不炫 北海人 都疯发不强 冲进未来携手并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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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城市主题曲 OK 北海城市主题曲 好 我们 呃 其实我觉得这个歌也蛮不错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真的很大的问题 有一些小小意见啦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歌是还不错的 呃 我们从头哦 首先是他刚开头这个钢琴啊 我 我觉得啦 这个钢琴有点过度压缩了 就是尤其是他那个Do 他那个Do弹下去 我是觉得有一个很Compressor的感觉 但是呢 其实这边没有需要Compressor 至少没有需要那么多Compressor 因为明明空间还还超多 你看上面都是白的 所以这边 呃 对 这边钢琴听起来很Compressor 但是他不需要那么多Compressor 然后呢 就是当他的主唱进来的时候 呃 听得到那鬼开麦克风的声音 你就听听看哦 如果你戴耳机的话 你应该会觉得蛮明显的 就是在他 他唱出来的大概前0.3秒这里 这个要小心啦 就是如果你交出去的作品 这有一个bug 有那个Budson那种感觉 好 继续继续 小城也是幕不下街 天黑以后海风舒服鞋 长青路白满整条街 八九号油大牌 新炸过直播缺 四三兄弟烧烤饼皮吹 平稳你 敢不敢见 海风叙叙叙叙大脑真真切切 Late海的 我觉得这边是 其实是还好 没有太多问题 不仅enses 他刚说就是 旋阅有点 高这个我认同 我觉得旋阅真的有点高 就是他的旋阅是 好像不需要这么早就这么高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 这个和弦 也不是说错了 一点点卡 感觉就是 钢琴的和弦跟弦乐的经过云 有点达到了 我觉得一个建议是 也许整个曲子从开始到这边 弦乐都先压低一个8度 不是全部压低一个 不是全部调低一个8度 我一直说 这样最高音不要到 上面这边那么高 然后因为它是男声在下面 然后弦乐在上面 就是有一种 主弦率跟伴奏反怪的感觉 伴奏超高这样子 然后主弦率很低 然后整个听起来是 比较尖然后不够暖 弦乐我觉得弦乐的音域的问题 然后它这一首曲子用了很多 这个高音的 这里 我是觉得它 这个出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有点尖 这里 这个弦乐 我现在右边那台情没开掉 抱歉我刚刚打嗝 这个声音 在这么高我觉得是真的蛮容易 尖尖的 而且它听起来不是 不是好像 好像不是只有西斗 好像是拉西斗 好像三个音点在一起的感觉 好所以整个第一段呢 就是建议弦乐写低一点点 如果不写低一点点的话 也许你就是用EQ 或是用一点点 也许回音 我不确定reverb 反正就是让弦乐听起来软一点点 这是大概第一段的建议 这边又有一个 对 又有一个这个 这个感觉 这一段呢 用高音的弦乐 用高音的弦乐 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就很 就很OK 所以因为它下面也有贝斯 它整个就开放了 所以就就很OK了 这一段的主唱好像 我觉得音量应该没有变太多 可是它因为后面的乐器变大了 所以主唱就有点听起来太小声了 然后我是觉得混音上就是靠 靠左耳 左边45度角的那个小提琴听起来有一点点 有点点太干 然后可能是那个小提琴的 我觉得它的空间感有点奇怪 就是那个小提琴的回音好像也是只有在左边 还有一个挤在 挤在左侧的感觉 所以我会想 也许用一个 会延伸到右边来的回音去 回音 的reverb去弄那个小提琴 然后以及是说 也许也可以把它关小一点点 我觉得它现在是呈现有点 抢戏的状态 左边那个小提琴有点抢戏的状态 小提琴如果低调 低调一点会听起来比较好 这边我觉得有点奇怪是 它在第二小节之后 bass就不见了 你看哦 在这边 第一小节还有bass 还有那个 然后两小节之后 就没有bass 这边开始就没有bass了 我觉得可以有bass 这已经第二次组歌了 没有bass我觉得好 有点空 因为虽然你没有bass 可是你的钢琴还是有低音 就是你的钢琴还是尝试在当bass 就会听起来有一种 又有bass 又不是很有bass的感觉 那加上你现在有爵士鼓 有大鼓在打 我觉得你这边还是需要个bass 我会想要把bass加回去 然后这边直接换 换成电子鼓 这不错 我觉得这段电子鼓的效果还不错 我觉得他的复旋律 好像都是偏大声 就是他这边有一个主唱 然后也是一样在左边 有一个吉他的声音 然后他也是 我觉得他如果再软一点点 或再模糊一点点 比较好 就跟前面一个 跟前面的那个小提琴是差不多 会一直让人想要听他 所以就忘记主唱的存在 好我们再往后一点点 这个bridge我觉得也写得不错 和声不错 北海人都不敢时间 是吗 不敢时间吗 北海人都不敢时间 到哪儿都是游游鲜鲜 北海人 说话不遮掩 两才两女挂在对边 北海人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感觉 这边那个吉他的弹法 让人觉得好像下一段要进嗨段 可是他却没有进 让人有点失望 说话不遮掩 两才两女挂在对边 之后 感觉觉事故就要进来 对 可是他没有 他没有进来 遮掩 两才两女挂在对边 骗我 北海人都大方不识 相互之间心照不炫 北海人都焚发不强 冲进未来牵手并肩 然后这一段呢 我觉得 他的节奏上停下来太多 因为他其实前面已经把鼓抽掉了 看人家算八小节还是十六小节 这一段嘛 这一段 这一段声波比较小的都是 就没有鼓的 然后他这边假装 吉他要 可是没有进来之后呢 这边终于进来了 这边 动动动动之后 我们就应该要进到正常的状态 一般来讲流程是这样 这样才会舒服 可是这个北海人又停下来 让人觉得有点 不太爽快 然后就没有继续下去 那个鼓没有继续下去 这边贝斯感觉有点错语 有点卡到 然后我觉得最后一段切回这个电子鼓 好像有点怪 我个人的意见是觉得有点怪 可能不要切回来比较好 前面那个切回 前面这边切过来是 大概两分钟这边 这边我觉得很OK 可是因为最后再切回去 感觉 感觉把你已经堆起来的高潮 反而放掉了 要是我可能不会选择 在这边换回电子鼓 不过这也没有对错 只是一个感觉上的决定而已 欢迎来到北海学艺相思 好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北海城市主题曲 我觉得这个歌是 我觉得歌是不错的 然后词 词我刚刚没有特别注意 我刚刚就在听音乐的问题 北海有人说词是怎样我不知道 那个什么 弦乐 我觉得弦乐有点高 弦乐真的有点高 尤其是在那个副歌以前 在你觉世古进来的时候 尤其是第一段 我觉得弦乐都太高了 然后这边一直有一个 弦乐的那个 拉西西都 这边挤 挤到的问题 所以 我那个可能要修正一下 这样子 然后 其他的问题就是 就是一些混音的问题 然后 最后 最后一段 最后一次副歌停下来太多 以及最后换成电子鼓的段落 我个人我觉得不喜欢 那以及中间 中间鼓抽调的那个吉他 假 假嗨 我觉得也是第一次听我觉得怪怪的 说话不遮掩 两才两女挂在嘴边 被害人 今天我没有 其实我有 对对对 我今天忘记说我喝什么 因为平常我们的惯例就是 我要说我喝什么 今天 今天是很平淡无奇的 7-11的 冰美式 就这样 我会拍RX8的影片吗 会哦 下礼拜 下礼拜 对他他问说 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什么会有中国风 除了六九和弦之外 除了六九和弦以外 就是那个啊 五声音阶啊 对不对 还有 还有什么 四度 完全四度 完全五度 完全四度 完全五度 然后或是 Sus4 chord Sus2 chord 我觉得都 蛮 蛮中国的 不过就是最 最中国的 最容易中国风的 就是找 中国乐器 音色也很重要 因为他的音色就是 钢琴 Bass鼓嘛 就是 就是西洋的那种 西方的标准 流行歌乐器 如果你换中国乐器的话 就会很中国啊 居然 居然 闪退了 等一下 等一下哦 我的那个 East West 闪退了 对 最中国风就是 找三清水秀工作室 找智杰 写 就会很中国风 他会 超级中国风 给你 他是中国风之神 好 好 而且会员当中 最会写中国风 就是字节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 East West 的 Silk 我们用个 什么 古真 古真就会很中国风 其实我这样没有很多用过 中国风 因为中国风不会这样弹 中国风不能那么突然中阴 这样就太Jazz了一点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 如果你要中国风的话 可能避开用那种 很单纯的三和弦 避开那种大三和弦 数七和弦 不要弹这种 就是古典音乐会出现的 五集一集 你要弹就是 你要弹7sus4 然后用sus2 大概就像这样吧 好 所以今天的三个作品都听完了 所以我们还有问题没有回完 我们就继续回 Pickpack说 我的钢琴是靠 自学 瞎 古 倒 的 是否 直返乱 才常常按错 我理想中比较好 最好能四周比较简单的曲目 弹烧男的曲子 最好能连贯弹下来 那 我现在 大概勉强可以弹 那个Final Fantasy 钢琴曲 中等难度曲目的样子 请问是不是还要倒退 几步回归一些基本的 音阶爬音练习比较好呢 嗯 就是说是 执法乱猜 经常按错键 其实并不是说 你练音阶爬音 就会改善了 而就是 就是 要直接解决 你现在觉得的那个问题 例如说执法 乱猜 如果你觉得 执法乱猜 是一个问题的话呢 你就不要执法乱猜 就是你要真的找一个谱 然后研究它 是什么执法比较好 执法 我觉得初学者 执法 嗯 有时候常常 没有办法直觉的找到 直觉的找到 一个好执法 那我觉得 靠自己的力量 蛮难的耶 其实蛮难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还是要找人看你谈 找一个 比较有经验的人看你谈 然后 让他来看看 你的执法 有没有什么 怪异点 那可能 有经验的人 一看就知道说 哦 你这边其实可以 那样谈会更顺 或是说 你不要在这个地方 换位置之类的 那 嗯 我觉得蛮难说 练一个特定的练习 就会让执法 选择变好 我觉得那个就是 经验的问题而已 所以找人帮你看 我觉得是最 最能够解决 这个问题的方法 那士普差的话呢 就是也是回到说 呃 阴阶爬音 我觉得要练 是一定OK的啦 但是呃 除了那个之外 就是练习 弹 练习 就多练习 弹各种东西啊 我觉得士普差 并不是说 真的是 钢琴技术的问题 可能也有一点点啦 但是更多是 乐理理解的问题 这样子 可是PickPack的 乐理理解很好 所以 所以可能就是 钢琴技术的问题吧 我觉得要 可以找钢琴老师啦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说 要 要认真练钢琴的话 找钢琴老师 会 会进步比较快啦 毕竟有人 就是可以一直 一直看你这样子 人家说那个 什么 刻意练习啊 就是进步最快的方式 可是刻意练习 的一大重点呢 就是你要有 及时回馈 但是一般人 有及时回馈 意思就是说 你弹一次的时候呢 你就要知道 你要能够知道 你这样做是对的 还是做 这样做是错的 可是以练钢琴而言的话 一般人自己在家里面 练琴很难知道 自己刚刚这样子 是对的 还是是错的 然后以及 他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就是你需 还是需要一个教练 能够帮助你 进步比较快 然后好 另外呢 是否能建议 好选频道做一个 系列分解一下 常见曲风的配技 配技 它基本的特征 有耶 我有点想做这个 会 我之后会做这个 就像我们变成 那个GS Fusion一样 如果能延伸到 摇滚古典 蓝调 可以啊 尽量啦 但我对有些 我对有些 有些 怎么讲 类型 我也不是 真的很熟 像摇滚 音乐的话 就会牵涉到很多 吉他 跟 吉他的收音 吉他的踏板 吉他的 的那个问题 然后 我跟那个不是很熟 但是也许我可以找别人 我可以问别人 或是说以 以一个 不会完全不懂吉他的人 来出发 我要怎么样 做类似那样子的声音 或是我们也怎么样 用银色库 可以啦 我可以尝试 来讲一些其他的 音乐类型的做法 OK 最后一个 吴乐天说 他最近买了 YAMAHA的MODX6 想知道如何可以把 合成器好好的连接到 DAL里面 就是编曲案件 另外也想问 如果在 DAW里面使用 合成器的音乐 我试了很多次都不行 好 这个问题 等一下 吴乐天 如果你还在线上的话 你可以说一下 你用什么 你用什么编曲软件 这个这个 我要跟你 我要画个图 跟你们解说一下 你看看哦 就说呢 我们有一个 电脑 我们说这是一个 你的电脑好了 然后你的电脑呢 可能会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 录音界面 Audio Interface 我们说 Audio Interface AIF好了 好吧 我写字好丑 等一下 我们说A啦 A是录音界面 所以你有一个 电脑 然后右边有一个 录音界面 然后呢 你不是有一个 琴吗 对不对 你有个琴 我们就说Y好了 Y是那个 你的 YAMAHA的琴 你的YAMAHA的琴 会有两个讯号 一个叫做MIDI 一个叫做Audio Audio呢 就是那个琴 自己发出的声音 那MIDI呢 是那个琴 发出的按键 记录的讯号 这样子 那一般来说 只是一般来说 那个按键 记录的讯号呢 会透过USB 进到你的电脑里面 这是一般来说 然后呢 你的声音的讯号 就是你的 这台琴发出的声音 本身呢 就有两种可能的 YAMAHA的这个琴呢 是也可以透过USB 进电脑的 但是你也可以接 一般的那个音源线 然后把它接到录音界面 把它录进去 所以首先你要先确定说 你现在是怎么接的 好 那你在电脑上面呢 用合成器的音色的方法呢 是你要在电脑的编曲软体 设定把你的MIDI 就是你的按键记录 送到你的合成器 然后再从合成器录它的 发出的声音出来 我不晓得这样讲 会不会搞混大家 再次 再次再次 就是你要在电脑上面 用外部硬体合成器的声音的方法呢 是你要从电脑的编曲软体上面呢 送出MIDI信号给合成器 通常是透过USB 然后呢 你要在送出 送MIDI给合成器的同时 同时开一轨 可以录音的 可以录Audio的轨 然后把琴发出的声音 录回电脑 这样子 好不好 然后我们来 我们来在什么编曲软体做做看 我记得好像Logic 有一个专门可以这样子做的 的东西 但我跟Logic没有很熟 我们先用Reason来做 在Reason的话呢 在Reason的话是这样 就是我先用一个功能 叫做MIDI Out MIDI Out 就是可以在电脑里面 送出MIDI到外部音源器的东西 这样子 那如果你用别的Bench软体 你应该也会有类似的东西 然后你就设定说 你要把你的MIDI送到Yamaha 我也刚好是用Yamaha的琴 所以我就送到Yamaha的那个Port 1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在时间轴里面的MIDI讯号 就会送到那个琴里面去的 然后你看 现在我在编曲软体里面的这些音啊 它在播放的时候 就会直接送出到我的Yamaha的琴 然后我的Yamaha的琴 就会及时发出声音 就是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这样子 那我要把这个声音拿回 对不起 拿回电脑里面呢 我就是直接再开一个新的 可以录音的轨道 然后呢 我就是把琴的声音录回来 琴发出的声音录回来 就这样 我就一边播放 我一边录音这样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 就是你用 合成器的音色的方法 所以先开一轨 正常的迷你轨 把那个迷你轨的内容 送到外部的合成器 那在播放的同时 把外部合成器发出的声音 录回来 就这样 就这样 刚刚五六天有在吗 刚刚前面我刚好看到他有在 他现在不在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用的软体是什么 所以你要查查看 你用的软体是 是怎么做的 然后再如果是logic的话呢 他有一个叫做external instrument的东西 一样就是跟我刚刚做的 做的操作流程是差不多一样 好 所以 今天都听完了 今天都听完了 今天的三个作品跟所有的问题都会完了 那 我们再留下 留下来一下来回chat的问题 那个什么 这个月我应该还会再开一次直播 应该会在比较接近月底的时候 那 日期再跟大家说这样子 那如果你还没有 教这个月的作品的话呢 赶快交给我 尽量早一点交给我 因为我这样才有时间听 而且因为我最近要 要叫搞我的书啊 所以我最近就是 精神不是很好 等一下我们放个音乐 放个音乐 背景音乐 请问 complete 13值得买吗 我觉得 看你啊 我这样 这个答案很烂 看你想要用complete 13里面的什么 我觉得你要判断就是 你要判断一个 什么 一个软体音源值不值得买啊 就是你要看说 他有没有你要的东西啊 假如说你都是做流行音乐的话 你可能就会需要一个 好的钢琴音色 好的bass音色 好的爵士鼓音色 那如果他complete 里面 他没有你想要的那种钢琴 没有你想要的那种鼓 那我觉得那就不值得买 所以就是看 我觉得以 以你要做什么 样的类琴音乐为出发点 这样子 志杰说最近没钱啊 大家赶快 发案到三清水秀工作室 这样我们以后就听不到他作品 这样我们有点伤心啊 好 complete 加了一个 string quartet 据说不错 对啊 我应该会买啦 我现在有complete 11还是12 然后我看看升级 或是等他特价的时候买吧 我自己用complete的经验是呢 我很少用 我真的很少用complete 我觉得complete就是有一大堆东西 但是他每样东西都不是那样东西里面最好用的 例如说complete的钢琴 complete的钢琴其实蛮不错的 他有很多很好的 蛮好的钢琴 但是呢 他又不像 例如说keyscape真的听起来那么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一个很好的钢琴的话 我们比较推荐买keyscape 但是像他也有管弦乐器啊 可是管弦乐器也没有另外 例如说east-west那么好 我觉得complete就是 嗯 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中上等级 但都不是上上等级 我觉得很适合初学者买啦 因为他只要大概600美金吧 就几乎有什么东西都有了 就是你已经可以用很久了 智杰最近还考上硕士哦 好啦 智杰就是对 大家赶快发案给智杰 智杰以后有什么东西想问还是可以那个啦 email给我没问题的 因为智杰是大师 有推荐可以接动圈电容吉他的前级吗 其实你的录音界面就是前级啦 所以你基本上不需要买很特别的前级 动圈麦克风比较需要那个像是我刚说的Cloudlifter的东西 想请教万圣节音乐 听起来很诡异的和声万音 有没有 乐理上的逻辑 嗯 一定有 一定有 可是 我不知道你说的很诡异的和声万音是 是怎么样子的 诡异 会做音乐库 使用寻找 之类的影片吗 我不懂这个问题 那你的弦乐钢琴都很不错 真的就是都还蛮不错 但是就是不是最好的而已 但是已经蛮好的 智杰去念哪里 去念哪个哪里的硕士版 小大七和弦 是一个不错的诡异 诡异和弦 万生姐音乐是不是都喜欢加Cheramine 你去念师大的流行音乐 OKOK 我觉得自己也不需要念硕士 其实 你完全就是已经太强了 不用念了 可以把学费省下来 多买点音色库 请问 SM58进软体音声音很小 有推荐的preamp吗 你现在用哪一个 录音界面 我觉得现在的录音界面 要推SM58都不是问题 应该都不是问题 所以除非你的录音界面 真的是还蛮烂的那种 应该不会 就把它开大 把你的录音界面开大 去念硕士当做认识朋友 是真的是很不错的 多认识朋友才会 多一点点Case 或是可以让好和弦夜配你 以后我们就是 在那个开头放 以后自己的接案很多之后 我们就可以 他就可以成为 我们好和弦的干爹了 缴学费 算俱乐部会费 对啊 没错 想请问 使用USB麦克风 该如何 及时显示VU meter VU meter 应该很多软体都有内建 Risen就有 可以外接硬体 用硬体 硬体VU meter 也可以 软体 软体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再特别要用 特别要用VU meter 但是你看 我现在讲话 又又又 我的Risen就有 就有VU meter 哈喽 哈喽 又又又又又又 我现在就讲话 就有VU meter 所以 如果你有Risen的话 不需要其他的插件 那是如果是别的话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 搜寻一下VU meter VST 你可能应该可以找到 然后就试试看哪一个好用吧 这样子 FocusRite 6i6一定会很够力的 所以你就是 你要推SM58 绝对不会有问题 绝对不会有问题 就把它开大一点就好了 把你的那个前面板的那个麦克风音量开大 弹琴弹到手臂乏力有什么改善方法吗 看我的那个如何弹起来更轻松的影片 练卡农 应该说哈农啦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观念耶 就是说我弹琴就是指法不好 或是我弹琴转指不好 或者我弹琴很累 然后我去练 一直狂练练习曲会不会有用 当然不会有用啊 因为就是练习曲不是在解决你那个问题啊 你一直弹 你一直弹哈农只会弹的 只会把哈农弹得很熟而已 它并不会让你手比较有力气 或者是或者是解决你的弑谱问题 或者是解决你的指法问题 因为它不是那个目的啊 流行歌中的Vocal应该会有哪些效果器处理声音 有固定的流程吗 你可以参考我的之前的人声处理啦 但是基本上就是EQ Compressor Reverb Delay 也许某种Distortion 某种Preamp 某种Tape 大概就是这样啊 FocusRide第一代很烂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没用过 第一代推不动SM58 我记得我以前第一台大学的时候用的那个 录音界面 我是用M-Audio的录音界面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用SM57 真的推不动 真的很烂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录音界面真的都已经很好了 你不太需要再买前级 虽然说如果你有钱 买前级会更好 然后除非你是用SM7B 那就要买前级 Babyface Pro很贵吧 如果那个还不行的话就 对就太不值得了 请问我创作的时候会拿即兴的录音作为参考吗 会拿即兴的录音作为参考吗 也许会啊 也许会啊 假如说我在想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如果有把我随便乱弹的东西录下来 会啊 会拿来参考 之前有经验开大然后唱到副歌会爆掉 那你不能开到唱到副歌会爆掉 我懂 我懂李其洋的问题了啦 你现在就是 你开大会爆掉 所以你就关销 但是其实你的不是推不动 你只是把它关销了而已 所以 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 先不要开太大 你要开到即使唱副歌都不会破 而且要 连破的危险都没有 然后呢 你要在电脑上面再用 Compressor跟Limiter 把它拉大 这样子 有些人会把Vocal叠好几轨 之所可以 据说可以让声音变好听 好听不见得 会让它听起来 很像是很多人一起唱 12mini这首歌 好像只有几个字有 没有全部有 SM58是一支很好推的麦克风 它不需要你的前集非常有力气 可以开集好和弦解说 副调音乐吗 副调音乐 可以想想看 但是我要看 我要看说有没有 很好的例子可以举 或是容易解说的方式 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吧 现在我们开了多久了 快11点了 我们开了两个小时了 好像比较快一点 因为今天只有三个作品 好啊 那大概今天就 就这样了 明天会发片 明天会发片 明天礼拜六了 所以明天我大概 不会首播了 因为明天的片不长 明天大概 可能8分钟 9分钟的片而已 所以我就直接 我就直接上片了 也不首播了 那明天晚上 我们会录podcast 下礼拜二 然后可以 下礼拜二 晚上10点 可以来 好柠檬的频道 在广告上 好柠檬 好柠檬 大家如果 有在用 Apple Podcast的话呢 我们缺评价 来给我们一些五颗星 我们需要一些五颗星 每个礼拜二 晚上10点 在好柠檬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各大podcast平台 会有最新的 好柠檬podcast 然后我们会在YouTube 首播跟大家聊天 那明天 好柠檬 不是 明天是好和弦 也会上片啊 所以 大家一起来 支持一下 这样子 好啊 今天就开到这里了 我已经饿了 就这样 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